9月9日晚,李湘在直播间邀请了赵薇来共同卖产品。 卖的产品也正是赵薇自己家红酒,卖货全程李湘节奏掌控的极好。 相比之下,赵薇却显得呆呆的,有点不知所措,不过他们合体直播的人气也上了百万。 一开始,李湘是自己在直播间卖东西。 赵薇到的时候,李湘立马张开手去抱她。 赵薇也很配合,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李湘的腰。 两人同时亮相直播间也笑得十分开心,两人坐下之后就可以看到。 李湘黑发红唇,穿着一身亮闪闪的衣服,在铺满红色玫瑰的背景下,显得精致又贵气。 左翼旁的赵薇则是素颜状态,穿着浅蓝色的便服,看起来十分随意。 两人相比之下,也是相差了不少。 之后在介绍赵薇家的酒时,李湘按照流程问赵薇问题。 酒虽然是赵薇家的,但是赵薇对李湘的问题都不太了解。 反应比较慢,最后还是由李湘自己提问自己回答完成了整个过程。 在直播间里,大家对于赵薇的露面还是非常高兴的,也夸赞赵薇素颜状态也非常好。 看到赵薇不知所措的样子还有点萌。 在9月6日时,李湘就在微博上对于9日的直播做了宣传,介绍时也说了赵薇会来卖自己家的酒。 此外,也提到林依伦和欧阳常林台长也会来,大家对于这两位明星,也不禁做了对比,觉得还是李湘适合直播一点。 网友们对于两人直播卖货也是质疑颇多,说闻到了忽悠的味道。 李湘最近直播也比较频繁,知道打架的评论,也早在9月8日时做出回应,称有些事情并不想大家想象的那样。 说不喜欢的可以不关注,实在无聊就进他直播间买东西吧。 这也可见,李湘在直播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下次不知会请来哪位明星呢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